大家好,我是白狼Hakuro 這一次決戰平安金他出了一個新的角色 只是那個新的角色之前是出在那個白詭異上 就其他模式沒有辦法使用那個角色 雖然他出了有大概三四天了吧 那麼這一次就是要來試玩那個角色 在試玩之前呢決戰平安金還有出那個大天狗的平安 平安靜點的安記跟古獲鳥的金淵賀語這兩個外觀 另外就是大天狗的那個 欸不是大天狗啦,犬神啊 怎麼會把大天狗跟犬神搞混呢 都是狗嗎 就是那個犬神的那個其中一個外觀 一套狗龍色的那個 欸應該算偏紫色吧 就是若鷹吹雪這個外觀他新增了特效 在這邊新增了一個特效 另外就是也有別的角色的那個外觀也有新增他的特效啦 那麼正式試玩 欸我按錯啦 他出的就是那個 邀請師 他是走中路 再來就是他的技能呢 被動叫回響 邀請師對孤立的四神與野怪使用四神技能或普攻時造成傷害將提高10% 所以邀請師其實還可以去打野 欸 爬鷹 邀請師向指定方向湊出三個鷹結一次爆炸 對命中的敵人造成70加50%法強點法術傷害 那麼同一目標被多個鷹結命中 則後續的鷹結只造成30%傷害 就是他會向前方有一個圓形的那個攻擊的範圍 就會攻擊三次這樣 我是有看過別人玩過邀請師啦 所以大概知道爬鷹這個技能長怎樣 他的冷卻是7秒 再來是驚險 邀請師向指定方向釋放鷹波 命中敵人後會將其擊退 並造成60加60%法強點法術傷害 冷卻是11秒 再來是餘韻 邀請師向指定地點衝刺 並在原地留下魚鷹 之後4秒內可再次使用技能 回到魚鷹位置 這個 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永遠的騎士之都安脫捏瓦的遺跡 就點兩下可以打一回這樣 等確是12秒 再來是星魔凡鷹 邀請師對指定敵方是神獅加邀請幻影 持續3秒暴露其視野 其間邀請師攻擊該目標 可為幻影充能 充能4次或持續時間結束後 幻影會對目標造成最低 200加45%法強點的法術傷害 每次充能可提升25%傷害 最多造成200%傷害 接著他的裝備 預設是用爆發 第二個是消耗 第三個是生存與消耗 那麼就正式試玩吧 邀請師這個角色的難易度 在極難 這邊一樣就把他的等級 調到18 然後這次就給他無限技能吧 這裡就加個 三次 這樣應該就滿裝了 它是遠攻 其實他的一技就感覺 範圍還滿不錯的 滿遠的這樣 好像 他對塔不會有傷害 這個對塔也不會有傷害 好 那麼接著就對4層使用看看 其實他的傷害好像還不錯 可能是因為我的等級比對方高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我的等級比對方高的關係 再來試試看大招 然後 他大招好像就是這樣 就是他會放一個 技能的樣子 然後 接著就在按的話 攻擊鍵 按攻擊鍵的話 他會直接攻擊那個 被大招鎖定的那個對手 覺得還滿不錯的 就是對手上面會有一個 情的圖案 然後就持續攻擊 所以 就會有這個 黑色的那個 圈圈 還滿不錯用的 二技的話 就是可以擊退對手 三技就是來回 三技的話 沒有攻擊 你 的那個 傷害 就是 可能就是你要 殺頭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用這個技能跑過去 然後 打頭的時候 再 逃回來 可能就是一個 逃跑用的技能吧 哈哈 然後 接著就來看一下 這個角色 他的那個 所有的外觀 跟他需要多少金錢 才能夠買吧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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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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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邀請師他需要13888的金幣 或者是58張藍票才能購買 他的金幣還是蠻貴的 你是跪在他的後面那個 琴上吧 他的外觀有松鶴 綠色的這一套 還有覺醒的外觀 那麼這一次就是邀請師的試玩的錄像 那麼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在下方點個喜歡 也可以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誰是追蹤我 還有宣傳我的頻道 我是白狼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